熱烈的掌聲 先來歡迎實際上席熱掌聲 謝謝主持人介紹 還有歡迎國外來的步道志工同浩 也很高興見到很多之前太土格志工 或者是一些關心步道志工的朋友們 還有三屆的職位到達 也知道立場 還有幾位老師 早上或者現在都還在座位上 好 先把他們出來 他有個國外公演 我會著重在比較屬於 整個訓練過程的一些介紹 然後其實一些招募啊 或者是未來執行的方式 跟剛剛那個課場的大概連同 好 那 我會盡快把 把前面的一些 屬於出本之上 就是那個論文機上面有的資料 我會盡快帶過 然後最主要是在 最後面的解放想像力跟介意的部分 那我覺得 解放想像力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 剛好有三屆的朋友過來 我們可以這樣交由一些想法 好 計畫的概述的部分 大概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跟 先進步道協會這邊 針對肉燒三莊來想要做一些 如何 當然是限制空間來再利用 所以當時我們有進了這四個 這幾個方向 譬如想要建設一個施工中心來運作 甚至於想要做負責任地存在 那樣的感覺 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 這些內容 第一年的內容大概是屬於 國外的古道施工基地的一些文獻收集 還有一些古道施工運作的機制 還有古道施工的出階進階的貼信 等等都在第一年有相關的一些論述 然後我們當時是選擇了 國外的古道這條來想要作為我們的 一個20年計畫 甚至以更長的一個計畫 修復國外的古道 這個國外的古道 它的歷史可以在1914年 這部分 泰國戰役的部分 已經有今次的使用 然後1935年也把它 全部完成了這樣的一個 叫做體油的夜的古道 目前其實是一個比較 因為它的山區蠻多災害的 可能也都 事實上都被廢棄 剩下的對陸古道 滴水河流等等 好 那當時我們的發展定位的部分 大概是想到 類似一個便宜寫教來 多功能應用那個洛造山莊 甚至也結合手工藝的創作等等 甚至於當時也想到 以時間銀行 跟全國的志工體系接軌 這部分 或許您現在大家在點頭 但這部分其實我們還沒有完成 只是一個當時的理想 想說也是給大家無限的想像 好 那2010年就有通過一個 招募培訓講成要點 也是用試驗服務法的部分 大概分成三個級 級別大概是實習資工 還有真正的補習資工 還有製造資工這樣子 然後裡面也加入一點 就其他公司部門受過步道資工 給訓人也可以依照 我們一些考古小組等等 拿到我們的一個 補導資工的範圍 好 那 當時也分享一下我們的衣服 反而今天要穿過來 就忘了帶 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衣服 還有被發給一個接 好 2010年的大概我們當時 總共培訓了117個人 分成三個級次 每個級次大概是三天兩夜 再多到戰狀 其中還有2009 其實我們提早一年 當時就有針對那個原住民 或者有一些有專業的老師等等 有做了一些訓練 所以這也是我們 每次培訓的種子教師之一 好 那簡單的分享一下 第一期的一些記錄 早上有那個 那個蘋果 大概我們吃的比較不好一點點 然後就帶吳亦龍老師的分享等等 我們在洛湯上的一個情況 好 那第一期只分享一個第一期的統計 譬如有一些比較粗重的工作 就用索堯式的吊車去移動了七個巨大石頭 裡面 譬如說有用了菲亞諾的石頭等等 好 那這就是一些案例的一些施工鮮施工後的一個文件 好 那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要分享 百分之九十五的護照之工 願意投入沒有支點津貼的服務 當時也一起 國家財政時期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們也去調查這樣的一個服務項目 百分之九十五的之工都願意 好 那有九十六人願意長期投入 還有個護照之工的服務器 好 再來就是2011年 當時因為一些 就是著重在有利益館和利益館股道銜接一些調查 好 這是米亞廠那個提示板 好 今天應該我看到他的名單 好 他們提出了一些看法 也選擇了 選擇了一些 我們應該要 比如公路裡面有一些股道的規復等等 他提供一些建議 然後2012年 我們就來真正做了股情規劃 好 總共也是三個提刺 總共有九十一個人刺 還有七八個刺工等等 然後有來做服務器 好 那這部分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在立學生態學校旁邊 有一個示範步道的一個建築 然後大概各組完成的一些工作項目 可以在書面裡面可以看一下 好 特別寫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裡面都是 女性紅包圍組的志工 但是他們又要照 二三十公分大小的石頭 去推棄這個步坡 可能男生就會比較究竟起來 他們特別在從後面檢測很多石頭 經過濱發颱風 經過最近的颱風 這個步步都還在 表示說當時有這樣的能力 來建築是很好的 好 那第二期 2012年的部分 也是 就是大致上 以九十二 各成這樣的人認為 大概三天以上的服務器 對他們是好的 比較好的 甚至以後 做三個月一次的這樣的規劃 這些報告有在網路上的成果測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跟他們參考 然後2012年 大概有一個小小總結 大概我們到了點線面的時候 做步道的示範場域 也建議延區內的一些人才庫等等 然後當然志工也高度回流 母親的醫院 一百一十位裡面 大概有接近九十位 往都會有回來 然後過去的 我們再做了進階培訓的一個個人規劃 然後2013年最主要是進階培訓的部分 也是利用三點 而且這是每一個進階培訓的人 這三個P次 四個P次都要參加 才能產生我們進階的指導事故 裡面最重要還有一個 優團福勤的實習 有一些比較高級的一些課程 好 這部分 大致上都是以 藝水正在幾條步道周邊為主 然後也去了河灣山 河灣北風 甚至於小齊蘭去做了勘察 想要未來可以做一些規劃 他們做一些調查等等 好那當時也分成三個組 一個行政 一個是現場帶領的紀錄文書 這樣分組 然後這是他們現場紀錄的一個 已經可以到的程度 把每一個點 緊貼緊貼很詳細的一些紀錄 這大概是幾個當時糾團裡面 比較大的一個 把一些木頭等等 如何利用一些機具來牽引 好那進階裡面 大概我們會以這五項能力來尋 來看看他有沒有達到這樣的能力 甚至以制工情緒的管理 因為這幾個都是未來當那個營造者 所以我們也做這樣的一個能力的培養 好 所以這樣可能看不大清楚 這是服務請規劃的一個流程 大致上就是像泰國這邊有一些活動的申請 然後由那個組長去看看哪一些志工有空可以過來 做一些潛失的準備 還有一些活動的執行等等 好那這是指導志工部分 每一個人做了大概有 應該至少有八十個小時以上 成為指導志工大概總共做薪了一百二十個小時以上的一個室內室外等 就成為指導志工 好那這大概是指導志工 親自在現場操作的 代理糾團部分 好我們其他有一些 這些步道維護的起發案例 譬如說有步道燃養的一個情況 好這邊包括 呃 洋民本新生他等等 他們都有去做步道燃養 好這一部分 但是目前步道燃養大概 僅止於那個 垃圾的清理啊 那些山莊的清理等等 好 就真正對步道本身的整理 或許是未來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 好其實他有一個 這次我們之前也有辦過一些 登山趕線的一些建議 這次涼民本他們 他們當時對陽波山 我覺得算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其實我們目前 這跟我待會要講的主題 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我們目前有一些 山進都是用原來的山進去做維護 其實有時候改變一下他的路線路上的話 可能他維護成本會低一點多 所以特別拿出來做一個採訪 然後大概這幾年的成果 大概是完成指導師工的培訓 然後也發展太魯格 所做七十工法跟教材的部分 也建立了一些人材提起 我們剛剛的成本 真的算是一個例行 一個論老一個認言 就是尤其像指導師工是比較 一定要就像剛剛那個課長 他覺得不滿意 就整個重新拆開重新做 所以比起指導師工 要有這樣讓人家 憲恨的角度來指導師工 再來我想要講 其實他有個步道指導師工走到現在 其實或者是剛剛回覆我們 步道指導師工的期間 也十幾年了 其實好像也沒有 好像也引起社會的共鳴 我覺得好像還是各做各的 有一些部分 就像我們可能選擇比較輕鬆的 或比較不會有問題的步道去執行 然後我感覺上禮物局 也是剛剛像余山的案例 好像也是屬於那種比較潛在的 然後好像還沒有形成一個大的運動 我看到那個雲仙他們在 之前的報告他們在介紹 阿帕拉奇的規模 他可能是為了解決全國的失業勞工 如果年輕人進來 他們共同環成一個夢想 好 然後我們也覺得 我們修復核灣夜補照 號召力可能是不足的 我們原本在慈母橋上園 也想要墓一款 是能夠把那個 慈母橋上面的一個 老基基吊橋能夠揮霧 但是好像也沒辦法引起共鳴 所以事項號召力其實也是不足的 然後在外債環境 在跳圍內債 是不是 其實我們約金位藍眼 還是一直在應用金航門 這個如果公務部門今天很多 就是工程款可能非常多 但是資本非常多 但是勞務這部分的經費其實非常少 當然會跟我們其他一些經費做一些競爭 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 步道志工 太魯格 步道志工虧展到現在 就是 管理站的需求好像都沒有出來 就是我們也利用一些機會 跟他們講 很好一刻訓練很多志工 你沒辦法來應用 但是或許都有一間點 國家賠償的陰影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有一兩個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案件 比如文山文潛等等 也看到 林務局這邊其實也有一些案例 包括枯木倒下的大使人 肯定都要國家賠償等等 所以我就解放這部分 想要多談一點 第一個 從後面來講 我們台灣人常常在野外裡面 如果自己發生問題 常常就是 下次就想要他申請 不要賠償 然後公交機關的長官們 常常 一瞬間即使也可以直接給他賠償 但是我們通常都是 會有一些責任 所以可以先拒絕 拒絕之後呢 就任由我們這一個 基層的公務人員 就是去法院審理黨 所以其實有一點點 公務人員其實因為這樣而已 有一些任何智慧的感覺 好,那其實我查一下 高雄那邊有一個檢查關係 是要讓公務人員更容易做事情 但實際上我們卻是 每個人卻是 受到國外編謊 這樣的一個陰影在 那如果解放哪 好,我幾個部分 以不需要經過立法院 立法為例 第一個就是 他有一個責任 就是國外編謊裡面是 叫做 重大過失的時候 他需要 國外賠償 但是這個 重大過失有常常是 解釋的不同 或者是說設置 或者管理有欠缺的時候 但這個部分 應該可以在 判例的檢討 就是如果把 公務人員當成一個 國家很重要的資產來講 應該如何 好好協助 這些公務人員能夠 幾年之後 然後 也拜託了 拜託了 賠償等等 那 那 國家賠償的主動性 也沒有可能 就是 譬如發生 這種案例的時候 國家賠償基金會 能夠主動的去 能夠主動的去 把這個 協助這些 公務門的一些人 那 譬如 屬於 出於三億的 我們自公公務項目 就是 可以考慮這一個 就是 服務資的 國家賠償 就類為 那一個 無貨市的賠償範圍 或者說 發生基地 可以算一算 某一條步道 一千個人走過去 就不會跌倒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跌倒 跌倒之後 他回來 告訴你 因為你的設施 有欠偶盪 這是一個比例上的體驗證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算一下 如果一個公務員 尤其一個機關 我們看一個人 訴訟的話 其實很多人 就不敢做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他可能 有一些 經費是比這個還高的 好 那經費沒辦法跳過 經商門的框架 尤其像現在 是逐年的經商門 越來越少 然後這部分 我有想到一個 之前有一個 文化藝術 講座條例裡面 有一種 公務藝術的設置 其實他 公務設施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多少 要提一下 做公務藝術品質 可以講資本的工程 當成建商門 當然 這或許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目前沒想到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好 再來 也想到 林務局這邊的造林基金 他的 他的 收入大概有 水錢費的提撥 這個比較多一點 他的用途在經營森林遊樂 及森林鐵路的支出 比如說這個基金如果 一定要有一個森林遊樂區的話 我們就可以成立中山脈國家整理委樂區 把原來中山脈大眾所的部分 整個畫一個帶狀的遊樂區 這個部分 後續 步道志工就可以來維護 再來當然成立 國家步道志基金 十募基金 當然 早上 蘋果這邊也有社會企業的部分 就不在最初 然後 修復過關 古道號召力可能不夠 我們如何增加一些號召力 譬如想像 這就是剛剛講的 中山脈大眾所 其實他有北一、北二、北三、南一、南二、南三 我再加上北北段 就是蘇澳這一段 那段 就是平東到大電那段 假設如果八個零管處 各自分工的話 可能很快就完成 是大家搭配剛剛前面的一個 森林基金的部分 森林基金可以再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台灣有五個山脈 其實不只是中山脈 其實 我們如果把它服務受洗腎 這樣子劃分下來 其實每一條 大概150到340之間 或許是更大的一個 一個 形成一個社會公司 好 甚至於一等三的安登 我們目前大師百葉 百葉基督部比較有名 大師百葉 對某一些年輕者 或是小朋友 其實是有困難的 是可以從一等三的談判 一千以下 可能各個縣市的 國小畢業可以完成 然後有些國中 有些高中 這樣設限 當然那就等級不一樣 每一條路線的那一個 維修程度不一樣 比如小學生走了 可能就要安全一點 給大學生走了 就可以有安全 比較沒關係 可以 然後也可以推展 這一種 經過新的老中心 少 腳去走 手去做的運動 當然最重要 還是要我們 步道志工庫 來去做一些維護 裡面很重要 就是要重新規劃路線 再來 跟步道的想像力 跟 還是剛剛早上其實有講過 有一些 比如 勞動治療等等 都可以去多宣傳一點 甚至於 最近我們常常吃蕩 身上帶非常多的費用 或許 脫走步道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這次 要有一些醫學研究等等 來去 去鼓吹 甚至於縣市去鼓吹 那一個城裡的 就是城連的 城連裡的一些山頭等等 好 其實解放的想像力過程 我不是亂想過了 把剛剛很多東西拋出來 剛剛也不錯報道 可能有9號以上 接下來就是 大家看得到 無所謂 像這些三屆的老友們 剛剛有一些一等三的部分 其實如果可以結合 切施政府的話 我想應該是 把這些能量給我提升一點 好 謝謝各位